把疫情初步的漏了好的控制 使得它不会大幅的向外扩展 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静悲 这不是对中国大陆 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我是不明白贡献 但是我知道这是人类的大灾难 马总统这样的一个讲话 让我没有办法理解 那他这样的屈从负荷 这个中国 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 到湖北武汉 临时参观当地防疫站 前总统马英九孝说要给大家惊喜 但一番言论传回台湾只有惊吓 把疫情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 使得它不会大幅的向外扩展 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静悲 这不是对中国大陆 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称赞大陆防疫是对人类贡献 还认为当时反台包机 是给大陆造成困扰传到绿营而里 简直无法接受 马总统这样的一个讲话 让我没有办法理解 那他这样的屈从负荷 这个中国 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 明明新冠病毒就是从大陆传出去 马英九却解读成防疫有功 听到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王毕是耳里觉得格外刺耳 应该是他以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的 我是不明白贡献 但是我知道这是人类的大灾难 那专业的交流部分 我们是非常期待也非常欢迎 那但是是不是可以从 回一下我们email开始做 一边反酸马英九 一边又抱怨 当时因为疫情联系队案时 被已毒不回的窘境 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借机开酸 在全球都被疫情笼罩三年的阴影下 大陆也是今年才放宽防疫条件 马英九这回的防疫贡献说 也难怪引来争议 东森新闻刘家耀 刘一晴薛玉珠杨一平 台北武汉采访报道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向受难者默哀献花致意 前总统马英九的访路之旅 来到第三天 被问到参观后的感受 他神情肃穆这样说 说到侵略 媒体再度追问他 可是现在外媒都预言大陆可能会对台湾进行武统 我觉得两岸都应该去避战 然后去谋合 避免战争的发生 并且去延伤如何 来避免这个战争 因为一旦战争发生 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弥补 受访时雨带哽咽的马英九 还在纪念馆里提笔写下历史绝对不可以遗忘 落款的时间依旧是民国和西元纪念并成 而马英九所到之处有不少民众拿着手机好奇不已 连媒体团都想抢拍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 在马英九到来的时候没有开放 不过南京的民众对于民国风有浓浓的情感 所以都希望能够一睹马英九的风采 甚至希望能和他不齐而语 28号晚间 他现身南京乌一巷夫子庙等观光景点 沿途都有大批的民众围观 甚至还有人喊他马前总统好 这几天还有去跑步吗 尽管行程满党 马英九还是能后诊以侠抓出时间乘跑 媒体却得在重重限制下追赶跑碰跳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新租业无间选拔 欢迎大家来台湾 疫情初步地做了好的控制 使得它不会大幅地向外扩展 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这是 这不是对中国大陆 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为什么后来又会加上这个参观行程 为了给你们一个惊喜 来到武汉新汉革命博物馆 前总统马英九镇上主席台 突然国父上升 在民主业无间选拔 当场模仿起国父 果然是把国父当偶像 马英九下个小粉丝 沿路参观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宣告成立时所采用的旗帜和文件 甚至不忘当起亲善大使 对围观的游客发出邀请 欢迎大家来台湾玩 今年初才宣告打赢疫情保卫战的 大陆官方更没忘了 带马英九走走看看抗击疫情 武汉专题展 强调大陆防疫成果有多卓越 事实上马英九在武汉期间 住在东湖宾馆 是毛泽东过去多次下榻的地方 一早晨跑时 还被我们东森新闻记者巧遇 马总统早 早安早安 昨天有去吃什么小吃吗 我现在还没有mute不要吃 七十二岁体力惊人 除了坚持晨跑 晚夜后通常还有隐藏版行程 小时二十九号晚间 就被带去搭船夜游长江 而三十号晚间 也预计要与国台办主任 宋桃见面 马前总统从早上晨跑 再到一整天的访问 晚上当地台办还会安排私人行程 十二小时不间断 也让媒体必须跟着他追赶跑跳碰 以上是东湿新闻记者 杨逸平刘一晴 我们在武汉的采访报导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向受难者木哀献花致意 前总统马英九的访路之旅 来到第三天 被问到参观后的感受 他神情肃穆这样说 我们应该自立自强 说到侵略 媒体再度追问他 可是现在外媒都预言 大陆可能会对台湾进行武统 我觉得两岸都应该去避战 然后去谋合 避免战争的发生 并且去延伤如何 来避免这个战争 因为一旦战争发生 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弥补 受访时雨带哽咽的马英九 还在纪念馆里提笔写下历史 绝对不可以遗忘 落款的时间 依旧是民国和西元纪念并成 而马英九所到之处 有不少民众拿着手机 好奇不已 连媒体团都想抢拍 南京大途上遇难者纪念馆 在马英九到来的时候 没有开放 不过南京的民众 对于民国风有浓浓的情感 所以都希望能够一睹 马英九的风采 甚至希望能和他不齐而语 28号晚间 他现身南京巫医像 夫子庙等观光景点 沿途都有大批的民众围观 甚至还有人喊他 马前总统好 这几天还有去跑步吗 往上有啊 尽管行程满党 马英九还是能后诊以侠 抓出时间乘跑 媒体却得在重重限制下 追赶跑碰跳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